马华熟理总会长拿督马汉顺透露 吉永坡市政局计划在马华大厦前方路段 发展专用道工程 但事先没有和马华以及桌边业主沟通 马汉顺点出 基于地下水管和周遭环境 这项工程可能带来潜在安全隐忧 促请当局从长计议 马汉顺指出 马华总部今年9月26号 收到来自吉永坡市政局的公函 说市政局将批准一项工程 在马华大厦前方路段 建设一项涵盖人行道 脚车道和身杖群体专用道 马华和邻近的建筑物业主 已经齐声反对 在我的右手边就是马华大厦 马汉顺就揭露 这项工程将会从我前方那边的 LRT安邦 Park的这个站 一直延续到马华大厦前方的这个路段 他认为整项工程缺乏明确的规划 不但没有带来附加价值 也为当地的这个社区带来不变和困扰 我们说这个bomba的这些 灯巴本拨破烂 fire drill 是要有的 每一年就在这个前面 他现在突然间 那怎么办呢 妄议发生这个 我们说大家来使这个火柱之类 那怎么办 那么你就允许 如果以目前它这样子的一个marking 我们去看了 你就剩下一辆车 或者包括这个bomba 一辆车这样子可以走不了 这个是不行的 根据马汉顺 在马华大厦前方路段将设有一些摊位 针对市政局具体为何会选择这个路段 这有待当局说明 但基于这地区算起来属于相对老旧的区域 考量到地市 地下水管 排污系统等等问题 如果没有妥善规划 可能影响深远 马汉顺揭露 市政局事先没有和当地业主磋商 就发出批准信给承包商 因此希望联邦直辖区部长扎利哈 以及市政局 重视当地社区的反馈 另一方面 这名马华树里总会长 今天为第六十届马青全国代表大会 致开幕此时提到 最近有一些关乎华社和华教的政策 包括早前的华教一眼风波 以及教育部最近再次提出 要统一华旦小和国小马来文课程和课本的事 其实这项建议早在 2010年 已经被当时的内阁否决 后来也没有被再提起或执行 而今天这项建议 再一次的浮现被提出 如果华社还是保持沉默 那华小的本质是有可能是会被改变的 这名教育部前副部长认为 身为大马公民 掌握好马来文是必须的 但是要进一步提升马来文能力 并非通过统一课程就可达成 不妨探讨其他方式 比如通过趣味教学 增强孩子对马来文的兴趣 八对空间许文杰 基隆坡报导 我们学长每个兴趣